如果天上下刀子,人该如何去逃生? 今天的人类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宇宙的真理,真、善、忍,在世上红传 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 大善大忍面前,时政邪,支持大法者 就能在天灾人祸来袭食,平安度节 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乡林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 有一天,一位男警察把他叫到别的屋单独谈 这个男警察态度挺好,跟他聊怎样做好人 还讲了一个国外名人帮助人变好的故事,听着挺感人的 他聊完后,让乡林谈谈自己的想法 乡林说,对于一般人来讲 都能这样做是不错的 但是法轮功修炼,一开始 李洪志师傅就要求修炼者做好人,更好的人 按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标准 不断地提高着自己 也就是说,人所追求的终点 对于法轮功学员来讲是起点 听乡林这么一说,他无言以对 乡林继续说 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乡林说,你知道天气预报吧 如果预报说明天下暴雨,你出门会不会带雨具 他说,会 又问,如果预报说明天下刀子,你出门是不是得顶个锅呀 他笑了,我不会顶锅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会顶锅吗 因为那天我不出屋 说完,他得意地笑了 乡林也笑了 说,是啊,天上是不会下刀子 但人间即将发生的事可能比下刀子还严重 人们都知道有天气预报 其实人间也有天象预报 那就是人们所说的预言 天气预报,人们可以提前做准备 然而预言是事后人们才明白的 天灭中共本来是天机 但慈悲的神佛 知道很多人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中共邪教组织的 为了这些人能在天灭中共时留下来 法轮功学员承担起了救人的重任 那就是给你报信 让你退出中共党团队 才能躲过灾难 拥有美好的未来 否则即使在屋里躲也能用 因为天要灭中共及其党徒时 那把刀不是平常的刀 而是一把能穿透人间一切物品的利刃 经湘林这么一说 男警察陷入沉思 相信以他愿意跟湘林好好聊的态度 良知一定未明 等他想清楚明白了 自然就会三退 当天灭中共的灾难来临时 如果他脱离的邪恶组织 就可以安全地逃生了